作者小C妈,分享0-3岁月儿知识和早教心得,都是干货。 C妈上次和大家分享了,0-3个月宝宝的视觉练习游戏,很招挺处这里。 今天,我们接着分享练习触觉和平衡力的游戏,0-3个月能力发愈特点表面看起来。 亲生宝宝似乎什么都做不了,看不见远处的物体,不会抬头, 对周围的人和事物也没什么意识,但是,小家伙其实正在通过所有感官, 从周围的环境吸收大量的信息,婴儿的听觉、嗅觉、触觉和味觉能力, 在出生时就已经发愈成熟了,虽然只能看清大约3G阶段的游戏重点其实并不在于玩, 而在于感官探索,提供各种素材给宝宝看,听和触摸, 这对宝宝的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,接下来C妈就和大家分享五个小游戏吧, 一,膝盖上的摇篮曲,坐在椅子上,双脚踩着小板凳, 让宝宝平躺在你的大腿上,双手拖住宝宝的头部, 然后一边轻轻的左右晃动你的身体,一边跟宝宝说话和唱歌, 这个游戏能带给宝宝丰富的感官刺激,听到你的声音,感受到你的抚摸, 还可以看到你的笑脸,这些都可以安抚宝宝的情绪,带给它安全感, 有时候宝宝甚至会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呢, 二,辅助游戏, 抚摸对宝宝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, 轻柔的辅助可以促进宝宝的微循环,增进其触觉发育和身体感知能力, 辅助的具体手法请说这里, 剁图解析如何给宝宝做辅助, 给宝宝按摩的时候, 夹夹要注视着宝宝并和他交流, 这可以增强心自情感联系, 三,欢乐掉床, 让宝宝面朝上躺在小毯子上, 爸爸妈妈分别抓住毯子的两端, 将毯子抬起, 然后轻轻挂动毯子, 可以将宝宝偷布一侧的毯子略微抬高, 让宝宝可以和大人有视线上的接触, 注意晃动的幅度不能太大, 频率要慢, 这个游戏对宝宝有很好的安抚作用, 也可以促进平衡能力的发展。 四, 与金上脸平衡, 我们想让宝宝感受摇动时, 通常会让宝宝仰卧在摇篮里或大人怀里, 其实符合的姿势也可以摇动宝宝, 把一条或两条浴巾卷起来, 让宝宝卡在上面, 注意让浴巾支持住宝宝的头, 胸, 腹部, 将宝宝的头扭向一侧, 然后轻轻地晃动宝宝, 同时哼一心儿歌, 摇晃动作可以帮助发展宝宝的平衡能力, 扶握的姿势, 让宝宝有机会练习抬头。 五, 飞上心高度, 这个动作叫飞机宝, 特别适合用于安抚因为肠脚痛或肠胀气而哭到的宝宝, 当然宝宝开心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吧, 大人要稳稳地拖住宝宝的腹部, 行身儿才需要拖稳头部, 可以轻轻地摇摆, 还可以哼哼而歌, 这个动作可以让腹部感受到压力, 让宝宝接受触觉的刺激, 同时还可以扩大宝宝的视觉范围, 玩游戏需要注意的地方, 每次游戏不用玩太久, 几分钟就好, 先生宝宝还不会控制, 进入其神经系统的刺激量, 也不会说话, 需要家长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, 如果宝宝哭闹, 烦躁不安, 将头扭开, 以及闭上眼睛时, 就说明宝宝已经累了, 可以马上停止, 以后再玩, 想对妈妈劳劳时间, 对宝宝的感光练习, 并不是那么复杂, 如果你有兴趣系统实习早教的基本理论, 那自然是很好的, 没有时间学也没关系, 所以妈会经常和亲们分享二类游戏, 大家照着玩, 同样能达到好的想法之前的游戏, 大家在公号后台回复游戏就能查看, 这些游戏全是我从智慕早教中心的游戏课程里挑选出来的, 早教班都是一节课上班期, 关注贼妈, 可以生不少银子, 哈喳, 尿布, 母乳, 脚奶, 小贼妈, 本事学经济的文科女, 却在当妈后热爱上了与育儿相关的一切, 从此找到了人生的正确方向, 一边全职大王, 一边专业各类育儿知识, 切儿童发展于教育心理学, 研究生在读, 力争在育儿的路上边走边学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